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今天用土豆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首先准备两个土豆 先去皮 然后再切成厚片 切好后收入蒸笼里 上锅 盖上盖子蒸15分钟 再准备一把小葱切葱花 切好后收入盘中 再准备一根火里长切丁 切好后收入盘中 时间到打开盖子 用筷子搓一下土豆 能够轻松的搓透 土豆就蒸熟了 然后把它倒入大碗里 用勺子压成土豆泥 压成这样细腻的土豆泥 越细越好 然后再把葱花火腿丁倒进来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面粉 增加粘合性 然后充满了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像这样粘稠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下锁揉成面团 一只能够揉到这样偏软的面团就可以了 面板上铺上保鲜膜 然后把土豆面团放到保鲜膜上 上面再盖上一层保鲜膜 然后把面团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面片 厚度大约为0.3厘米 然后接下上面这层保鲜膜 再用刮板先给它切条 然后再切成小方块 然后再一块一块的给它分开 起锅烧油 油温补成的下入土豆饼 用小火慢炸 期间用筷子不停的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炸至金黄 像这样控油捞出 然后装入盘中 这样土豆饼就做好了 外酥里内 咸香可口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点 点 点